嗨,晚上好,我是阿聪 此刻的我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 现在我这边的时间是晚上的11点40分 我是在三天前抵达的哥伦比亚 而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就是 我经历了这场所谓的实战之后 疫情下入行哥伦比亚之后的一个总结 可能有的朋友看到了我上一期的视频 就是关于我抵达哥伦比亚的那个视频 而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更具体一些的内容 实际上我从墨西哥登机的时候 我差点因为一些事情无法胜利登机 因为当时那个航空公司 他问我要一张离开哥伦比亚的机票 我当时并没有那个机票 而且他们说是必须付了款之后的这个机票 最终在我多次解释了 我可能会从哥伦比亚坐大巴去阿华多尔 仍然无果之后 我只好最终当天现买了一张从哥伦比亚去 阿华多尔的机票 因为我入境哥伦比亚是通过我以前拿到了美国签证 免签90天入境 所以我把那张离境的机票也订在了满90天的时候 我入境哥伦比亚这天是2021年的1月7日 而我待满90天之后离开哥伦比亚那天是2021年的4月7日 其实4月7日就是我的生日 我觉得很尴尬 我并不想生日当天在航班上度过 但是无论如何 人家说你必须要已经支付了离开哥伦比亚的机票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只好买了一张这个待满90天之后 4月7号飞离哥伦比亚的机票 我这两天正在忙着办一些退款的手续 这个手续费可能要10美金左右 其实很多的航空公司 如果你在他们的官网订的话 它都是可以提前退款的 我之前买了一张从墨西哥飞到美国的捷兰航空的机票 我就成功退款了 退款是原价100多美金 退款也是全款退给我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就是可能这个退票的期限 但是你在刚买完票之后 几个工作日之内 你必须得退票 超过那个日期可能就会是其他情况 所以说目前如今哥伦比亚 可能会被索要已经支付了的 离开哥伦比亚的机票 另外在你办理直击的时候 他们可能还会问你索要一个 在这个哥伦比亚移民局观光网站 他们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注册的一个表格 那个表格叫做checkman 这个好像最久可以提前48个小时来注册 我建议一定是在起飞前24个小时之内 把它填好 所以离境机票和哥伦比亚移民局要求的 这个旅客一定要注册的这个checkman表格 是我当时入境 是我三年前入境被索要的这个材料 而且这个材料是在办理直击的时候 你一定要出事 但是非常要注意的是 哥伦比亚官方最近他们表示说 这个1月12号开始 所有这个入境哥伦比亚的这个旅客 必须要在出发前准备好 清管阴性的这个检测报告 这个报告要在出发前的96小时之内 这个其实已经是得到了两个大国 中国和美国 住哥伦比亚大使馆的这个核实 大家看到现在这个截图 就是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发出的这个消息 我当时算是很走运的 提前几天到了哥伦比亚 虽然我三年前入境的时候 并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他们是说了 但是我过完之后 改完章之后 并没有任何人来就是 对我临时进行检测 让我去哪个地方隔离 并没有 但是我那天是1月7号 不是1月12号 我在发出本视频的时候 它会是1月10号 如果你在今天1月10号 或者是明天就要出发去哥伦比亚 那么请你一定要做好 办理这个直击时候 工作人员可能会 问你所要这个离境机票的这个准备 还有就是提前24个小时 把这个叫做checkman的这个表格 注册填好 我在视频的下方 也会把checkman的这个网址放上去 有需要的各位也可以 直接复制粘贴 然后来填血 如果你在12号之前 来不及做这个新冠 这个阴性检测报告 那你就直接飞过去 然后你要做好 到了之后会进行检测的心理准备 然后要做好 到了之后可能会被隔离14天的心理准备 如果你是在12号之后 或包括12号当天来到这个哥伦比亚 请现在开始一定要做好 你这个新冠阴性的这个检测报告 如果你没有这个出发前96小时之内的这个新冠阴性检测报告 你可能会被拒绝登机 可能就无法登机入境全往哥伦比亚 以上就是我总别的在疫情当下入境哥伦比亚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这个是在我经历了这个所谓的实战之后 然后总结的 好 本期的内容就是这样 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 我是阿聪 我现在正在哥伦比亚 我们在另一期视频当中再见 拜拜 拜拜